Hello,大家好,我是阿爽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那个主灯的灯泡换一下 因为之前就一直是坏的 就有的亮,有的不亮 然后每个灯泡颜色也不一样 就实在受不了了,就给它换一下 我们家客厅是装的这种分子灯 就是不建议大家买这种灯 这种灯的话平常很难打理的 上面很容易积灰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灯泡换起来也比较麻烦 我们这个灯买回来了 就那个灯泡一直都是坏的 就小龙哥就重新全部配了那个灯泡 现在全部安上去 这个灯应该是我们买过最后悔的一个灯 这个灯是花了一千多块钱买的 就是要换掉的话又感觉有点可惜 所以让他再坚持一下吧 现在晚上11点钟了 你不睡觉一直在留着 干嘛 干嘛 每天晚上搞得这么晚 我不是这么硬的早餐 我自从做了那个滑检之后 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 所以我也不断地尝试一下 我不吃了一点钟了 只能说12点都睡了 我自己的不好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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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候好想打他一下 现在的那个蔬菜是真的贵了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的就主角还是肉 看一下哦这个牛肉非常的漂亮 我拿出来看 这里是一百四十几块钱 这个是不是做牛排也可以啊 这个都没做牛排这个太老了 这个卤牛肉很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买的姜料不好 很方便 我赶紧做什么都好吃 用电压锅的话时间就会短一点嘛 就方便审视一点 又玩出了一个新花样 自己把自己转匀 你打了我就不管了 你知道 哎呀笑死我了一个人在这里打转转 打了我就不管了 哎呦我的天哪 我们现在炖糖的话一般就是用这个电高压锅 我觉得就是比后面那个燃气上的高压锅 锅的更安全一点 那种的话就时时刻刻盯着 这种就比较省心一点 呃我们之前也用砂锅炖 砂锅炖炖的汤呢会好喝一点点 但是也是需要时刻看护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因为我们更懒了 所以就现在用这种电高压锅 嗯迫不及待要来一块了 快 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它切成小块 就可以直接开始吃了 三斤牛肉卤出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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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